哈登带领地表最强特种部队 入侵了中东地区最繁华的城市 因为刚刚在这里执行秘密任务的小分队 意外遭遇了不明恐怖袭击 然而诡异的是 原本喧哗热闹的大城市竟空无一人 他们谨慎地对周围进行了勘察 四处都有被袭击过的痕迹 突然一旁暴废的电视机全部开始诡异闪出 嗅到危险气息的哈登示意队友赶紧撤退 就在这时走出来一群阿拉伯难民 各个争先恐后将他们团团包围 此时一名黑衣女子扑通地跪在地上 嘴里念念有词似乎是当地的方言 哈登顿时意识到读书的重要性 但黑衣女人似乎没有什么恶意 只是举起投降的手势 不停地述说刚刚发生的可怕事件 好在队伍中有人精通八国语言 勉强听懂了女人说的话 好像是说有不明物体袭击了小镇 难民的口中不停念叨着学校 哈登听后立刻带着队友前往一探究竟 刚来到学校就察觉到一股不寻常的气愣 但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迹象 就在此时三楼传来一阵异响 众人顺着楼梯上前打探 发现教室的墙壁残破不堪 受惊的孩子正在角落里瑟瑟发抖 眼神中充满了恐惧感 此时一个奇怪的男孩正在桌子上画圈圈 鼻子在不停地流血 猛逼的哈登便立马走上前询问 可男孩完全不理会他的提问 直到哈登一个油腻的大书小 男孩才有了反应 然后指了指窗外的位置 哈登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 意外发现那里卷起一股诡异的沙尘棒 仿佛在向他们招手示意 眼看就能够找到蕴藏许久的大乃 他们来到尘土周围找到了地上掉落的对角机 显然小分队在这里发生了一场大战 为此他们进入了一座建筑 突然传来一阵刺耳的噪音 接着地面开始疯狂震动起来 众人瞬间被淹没在沙尘中 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 就有一名队友因为这场事故不幸身亡 大黑意识到了危险的来临 急忙呼喊着其他队友离开 随后继续往前走 发现沙尘中卷起一束金光 景色虽然美丽 但绝对不是好东西 提高警惕的大黑连忙示意队友一起逃亡 可刚逃出来又被映入眼帘的景象险些下谈 只见全身漆黑的不明物体笔直地站在眼前 身上不停地蠕动着奇怪的黑猪 同时还散发出一股怪味 如此诡异的物体显然超出了人类的认知范围 众人见状疯狂扫射不明物体 可这波操作仿佛只是在给他挠痒痒 挨个发射出去的子弹都被反弹回来 就在他们一脸猛逼的时候 不明物体当即蹦出一个威力巨大的臭屁 直接将他们震飞百米开外 巨大的冲击力将此处移为了平地 放眼望去没有任何生命的迹象 突然土堆里猛地钻出来一个人 原来是大难不死的哈登 眼前的一幕让他有些不知所措 然后他朝着废墟中缓缓走去 寻找一番后仍旧没有发现队友的身影 连装甲车上也是空无一人 虽然他侥幸捡回了一条命 但那身可见骨的伤口也让他疼痛 他尝试使用卫星电话请求总部支援 他为了寻找失联的对立 拖着伤口艰难前行在烈日炎炎的沙漠中 久而久之他感到口渴难耐 后悔当初没有选择去兰祥安生度过晚年 伤口上的疼痛感让他晕倒在地 好在爱情的力量都是伟大的 意识迷糊中他看到了妻子的身影 这是一名老汉出现在眼前 他连忙撑着最后一口气拿起手枪防御 因为在中东地区美国人并不受待见 也许会在某一瞬间就命丧黄泉 可老汉不但没有换影 还好心递水给他喝 口渴的大黑犹豫了片刻 最终还是放下了戒备 随后他便问起老汉有没有见过一只特种部队 由于两人的语言不通 老汉只好用七根树枝摆放了一番 这正好是失踪队友的人数 哈登误以为老汉知道队友的下落 于是便立马起身跟着他前去寻找 走了几天几夜也没有发现队友的踪影 反倒看见七只小绵羊 看来语言不通果真会害死人了 猛逼又无奈的大黑很是绝望 就在他准备放弃时 雷达上突然传来一丝微妙的信号 惊喜万分的他顺着定位来到了一个小镇